缅甸大量采购中国无论机 美国媒体突然炒作 这一话题有点巨心不良 这几天美国路透社针对缅甸政府军 大量采购中国无论机 并用于打击日益壮大的反军力量一事 向中方提出了质疑 按理说中国是无论机出口大国 向缅甸出口无论机合理合法 完全轮不到美国人在这里说惨道色 但是呢对于美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我外交部发言人还是做了非常客观的回应 我们大家都知道缅甸内战还在继续 美国媒体炒作这一话题背后是有目的的 我认为即是借机给我们扣帽子 韩沙摄影诬陷我们发所谓的战争财 弱化中缅政策贸易合作这一基本事实 二是陈寄挑拨中缅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挑起缅甸国内的武装组织 对中国的误解 无视中国从来不干涉他国内政 这一基本外交政策 三是挑起周边国家的紧张情绪 和之前炒作中国在柬埔寨建设军事基地 一个套路 希望引发周边国家的疑虑 不过中国长期强调的两国合作 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 就在缅甸内乱爆发后没有多久 确实有一些地方武装组织 希望中国能够协助他们停止内乱 最好还能停售一些 向缅甸军政府出口的产品 比如无人机之类的 最预期让美国人不断炒作这些话题 不如我们直接展现出我们的态度 我们很关心缅甸国内的局势稳定 同时我们也很认真地在推行我们目的友好政策 和周边国家做生意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说谈到此 此外呢 针对外媒的语论战需要高度重视 中国是第一大贸易出口国 同时掌握着众多高端的科技 我们需要和全世界做生意 让我们的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由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 总是用放大镜来审视我们 把中俄正常的经贸往来 被他们说成是军事援助俄罗斯 竟然对我国企业和个体实施制裁 就连中国出口的通信设备也是恶意抹黑 现在又在炒作所谓的无人机 很多事情往往就是从一些小事 开始引发蝴蝶向影 在这方面 无论是我们的相关部门 还是我们的劳卫性 都需要时刻保持清醒 我们作用不了你 唯非作歹的心 但是可以第一时间 戳破你的谎言 便被动为主动 不是为了撑口头指快 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 我们的果决利益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咱们再见